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次電影中的角色 我是飾演一個殺手 其實她也挺無情 為了達到她的目的 幫她的主管行事 以往我未接觸一個反派 應該可以這樣說 因為今次這個角色 也算是一個反派 也算是一個很困難的女人 我自己本人是比較 不可以說是柔弱 但絕對應該 不會是用一個 這麼無情的人 來擺放在自己身上 因為其實要做一個殺手 最基本的 是不可以因為 念情 而她們達不到目的 所以其實我在這段時候 也挺逼自己去看 一些不同的電影 去看一些我自己很喜歡的 演員們 她們有一些 的電影是很 令到我很深刻的印象 例如一些 握槍的動作 眼神應該是怎樣 可以令到那個 角色更加出 怎樣可以更加困難呢 給人的感覺是 不是很難的 因為如果比我 的話 我可能會很累 所以其實 我要不停地 在演這部電影的同事 都要提醒自己 我不是在做自己 我是要做一個 很困難的殺手 這個角色 如果你不練習好 你本身的根基 去打好你的 所有的形態 還有操好她本身 我自己的體能 其實都需要 幾大的體能 去應付到 這次的角色 因為都有很多 很多的動作 在我這個戲裡面 所以我這幾個月 其實都不停地去 除了電影公司 他們安排了一些 訓練給我 我自己也有去 不停地去練習跑步 還有自己也有去 玩一些Bboxing 所以我是幾開心 還有我也覺得 自己有一個 新想法 我覺得可以 在這方面 有一個新嘗試